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Tracy小姐 淑文 周休二日 大家全家大大小小来一个农村旅游 其实现在真的很夯 尤其这几年在我们的政府跟地方的通力合作之下 听说现在有好多 这个是叫做有认证的台湾农业旅游的景点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要教大家如何去玩 好好的来放轻松一下 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好朋友 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 许文良理事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是我们的金湖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蔡云山 云山姐姐 大家好 还有我们云丁县观光休闲产业策略联盟协会 也是我们的农产好物达人 吴锐中吴老师 各位大家好 主持人好 说到要去吃都大家都欢迎了 不过一开头我们所有的来宾好朋友 说有一个slogan要邀请大家来体验我们的台湾农村好好玩 所以这个slogan来大声画出来 5G健康游 放心玩农场 马上呢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行政院农委会的辅导处陈均言处长 也来好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哟 大家好 我是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辅导处陈均言处长 因为台湾四季都适合农业旅游 有要出油的时候来农业旅游的场域来参观 来给我们资讨 我们有一个农业义游网 所有的农业旅游的资讯在这里都有 如果我们要出油之前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农游超市 包括我们的田园柴狗 包括我们的食农好玩圈 包括我们的农场的一个住宿 我们的农村厨房 一应俱全 希望大家可以来农游超市 有240间以上的农业 有720条以上的行程 都希望大家来了解 在这里希望大家出油 一切平安 在农业休闲旅游的场域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很欢迎的游城 首先也要来请教一下云三姐 加入农业义游网 对我们在福岛地方 更多的休闲旅游 不管是对我们的农民 农民组织或者是我们的消费者 其实都很重要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提供给消费者 或者是我们一般民众 他把台湾所有的跟农业旅游相关的 还有就是包含农业发展的 各面向的资讯 都可以在农业义游网里面 可以搜寻得到 本身也是在云林这边 在推广休闲农业这一块 所以像对你来讲 你个人的感觉是说 有登陆之后 是不是消费者 或者民众要找寻的话 对于我们这个景点来讲 都提高曝光率 有提高很多的曝光率 包含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协会来讲 我想要办活动 我有新闻录出 我这个活动的预告 我就可以事先 发布在农业义游网里面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很多 那个比较 行销上很大的一个帮助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好 要好好善用 真的真的 好像要让我们消费者 也可以找得到嘛 对不对 好那当然刚刚一开头 我们就你说5G 5G健康油 这是什么 不是手机的5G 是什么5G呢 这边就要先来请教一下 我们的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 徐文良理事长 5G是什么 5G就是我们是因应 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 就推出一个5G健康油 环境好自然 食材好新鲜 体验好有趣 农村的农民都好友善 还有欢乐好时光 哇 真正你看吃的啦 齐头的啦 还有呢 留下美好的回忆 通通都涵盖在这个5G的内涵 那不过呢 最重要的是 剛才一开始我们就说 为了要让品质更加提升 除了我们国人自己玩得很开心以外 也要让全世界看见我们 所以听说现在还有这个叫做特色认证 是吗 这也简单跟大家介绍 所以阿伯如果要去玩 消费者就是可以有挂保证的概念 是这样的 其实全台湾我们有协助各县市的协会 去在地的一个辅导的部分 然后在整个协会里面 再过去做最终的一个评审 通过以后就纳入我们的特色产业认证 所以也有可能没有通过被刷下来 有 所以你这边也请教一下云三姐 你本身也是有参与这个认证系统 我们努力了好多年才拿到这个特色农油场域认证 他 我满感谢农委会 还有就是台湾休闲协会 在推动这个特色农油场域认证的一个过程 主要目的是在提升我们 我们在认证的各项指标 为了要达到那个指标 我们必须就要做到 有达到那个指标的门槛 所以这个认证其实是蛮严格的 就算没有达到也没关系 台湾休闲协会的辅导团队里面 他有结合我们各县市的里面的一些协会 工协会都会很专业的去协助业者 只要你有意愿 只要你有意愿 就会有课程 他一开始会先办说明会 让你了解整个认证的过程 那你有意愿参加 就会有小组来协助你 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好还要更好 而且我们也不是只有针对台湾的民众 也希望有更多国际的这个观光客 可以一起来 所以这个品质的提升真的太重要了 品质更方便 我们就更放心 所以这边也来请教一下吴理事长 也是吴老师 其实在我们这几年我们协会的辅导下 还有中央机关的志向我们协会 我们那个年纪大概有十家左右 通过这场域认证 那认证好处就是 就是把品质统一规格化 让消费者到我们的场域认证的 那个农场来的时候 能够体验休闲达到一个水准 消费者会觉得说品质有认证 来这边体验休闲 可以达到一定的物超所值 我们那个农油超市里面 我们目前有两百多家的业者在里面 有七百多条的农油行程 我们现在就是陆细 我们透过特色产业认证 我们在特色产业认证里面 我们有把农林漁牧里面分成十八类 你有花卉 水果 还有一些香草的 还有牧场的 分成十八类来做认证 在农油超市里面 我们就分门别类 还有分縣市的 在全台湾各地都有 你要玩的时候 他不是 他可以事先做功课 就是到网路上面去 可以慢慢地逛 理事長你的意思是说 我要去玩网路上看 我要去哪个館市 我更加意是要看花火的那种 或是要看一种体验 或是要玩什麼 山的海的 其實都可以 或是住宿 也有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外景的VCR 哪看 帶大家实际去看 所以如果我们去农油體驗 其实刚刚讲到的 那么多样化的休闲体验 通通都有 那我们请理事长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农村的一个牧场景观 这个是凤梨园 我们有吃住吗 都有 環境好自然 你看有山有水 你看台湾就是这样子棒 你看药山有山 药水有水 最主要食材 那东西有感觉很好吃 食材好新鲜 这是香蕉 还有蜂蜂 还有线材里 凤梨是蜂蜂 这个呢 这次蜃蜂蜂 蜃蜂蜮蜂蜂蜂蜂来 还有茶葉 这个看各种吃得完的旅遊 帽子 lazio 现彩现作 对 还有题研 好有趣 你看 很多DIY 對 做各樣以前傳統的什麼印製 然後休閒體驗 磨豆漿 磨豆漿 抓魚 實際抓魚 真的是超好玩 巡農魚 台灣還有養鱷魚 可愛小動物 這個真的很適合親子 接近大自然 去體驗農村生活 讓我們感受到每一份土地的友善 還有農民真的好友善 你看 對啊 台灣人的熱情 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還有什麼歡樂好時光 可以去吃吃喝喝 全家人都留下最美好的印象跟回憶 所以你看真的很棒的感覺 一定要親自來台灣 好好的給大家玩片 我覺得最好的風景還是人對不對 農民都好熱情 好熱情 好友善 真的非常棒 台灣農村5G健康遊 週休二日 大家一定要全家來一趟 農村輕旅行 女王小教室知識報你知 六尾蠻苗約一公克 相當於一公克黃金的價格 所以蠻魚它也有海中軟黃金之稱 優質的蛋白有自然基酸 甘酸還有離安酸 鈉啦 美啦 夾啦 鈣啦 鐵啦 鑫 這些都有抗老元素維生素E 還有B群身體的發電機 最主要維生素A 給你顧眼睛 還有小朋友人在追求 Omega 3 還有EPA DHA 鰻魚都有 所以你知道嗎 日本人 因為在土用醜 在季節交換的時候一定要吃鰻魚 所以台灣其實也有鰻魚王國之稱 今天也特別帶大家到產地去看一下 這我們現在來到雲林口湖裡 這個是鰻魚養殖池 所有的鵝料都是我們天然的營養成分 梅尾鰻魚都是活跳跳的 這個鰻魚從捕撈到上岸到交融場 已經在兩小時才處理完畢 這我們你看先把它二清 把一些內臟去掉之後呢 我們進什麼烤箱再烤了 每一根刺都是人工去挑起來的 尾巴翹起來代表是什麼 新鮮 它總共需要三次上醬 四次蒸烤 你看重點就是我們是用日本醬油 然後在經過極速冷凍之後 才能夠包裝出口到日本 就是你看所有的過程 都是非常非常認真的 從工廠拿到手上就是有這一片 一公斤大概四到五尾 這是黃金等級的一個規格 直接泡熱開水 大概泡一分鐘兩分鐘 只要塞開來 就可以馬上使用了 很簡單 哇 也太輕鬆了吧 這樣子拿出來就可以了 你看完全的醬汁 它都含在我們的鰻魚裡面 來 讓你看一下 它這個Q軟的鰻魚 太厚實了吧 好的鰻魚就是要Q軟 吃多味美 大口吃也太滿足了吧 但是吳老師 除了這樣還可以做什麼料理啊 很簡單 你看也可以直接上烤盤去烤一下 如果說你喜歡爽口的話 也可以加一個海苔啦 泡菜啦 幸福天天來 那這是很貴的鰻魚便當 沒錯 醋溜蒲燒滿 對 鰻魚蛋捲 哇 這樣輕鬆鋪好方便喔 也可以直接炒飯 好誘人喔 你看再加個美乃滋或沙拉 其實味道都不一樣 乳酪山藥真蒲燒滿 哇 對 滿嘴幸福的料理 鰻魚烘蛋 所以只要有鰻魚這個食材呢 你在家裡面都可以變大廚 家裡任何料理都適用 加鰻魚添加大小都很適合吃喔 當然呢 像毒素孩子 剛剛我們講 鰻魚什麼EPA地區A 這些營養成分 工作勞累的 英文鰻魚有什麼B群 可以強壯體力 最重要是成長的兒童 可是它有鈣質 還有一些營養成分 可以幫助我們骨骼成長 還有一人吃 兩人不孕婦 不孕婦的什麼做月子媽媽 也需要 所以在日本養顏美容 那媽媽很喜歡吃鰻魚 爸爸媽媽媽 阿公阿嬤 一定要吃鰻魚 因為鰻魚它軟軟的 非常入口 所以鰻魚非常適合 全家老少一起來食用 國產鰻魚最浪漫的美味 營養100分 大家一定要一起試試看喔 台灣的休閒農業 真的是有夠好玩的啦 尤其呢 如果今天呢 是來到我們這個農業大縣雲林 聽說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請教一下我們的吳老師 對 要藉此機會 宣傳一下我們雲林 雲林好山好水 真是好地方 就是它有像山上的風光 然後平原 還有海邊的整個療癒的一個場景 其實都在裡面 所以雲林就是什麼 雲林的五四山 五居然後四季 山就是山海平原 所以也一樣都可以在 剛剛講的這個農友超市上面 我們消費者好朋友也是很方便 可以一站就去逛一逛 對 沒有錯 我們在那個台灣農業修行販協會的輔導之下 我們很多的景點也都上去我們的農油超市 只要消費者上超市都會選過到很多油層 這是咖啡就是補坑的地方 去泡咖啡啦 所以山海平原的雲林甚至好好玩 所以在去雲林整形很好玩 要山也有山 海也有海 要做平原的都有 大家都認為雲林不好玩 其實我要特別鄭重的那個 澄清一下對不對 我們現在只要搭高鐵到那個嘉義的高鐵 其實也可以結合台灣好行的那個接駁系統 你要山的也有平原的也有 有平原線喔 然後也有海線 你的意思是說不一定說我都要自己開車 我們可以坐這個大眾交通工具 就可以去 我們其實今天節目也特別跟大家來講說 現在還有這個特色農業旅遊場域認證 其實這個認證有很深的意涵 包括面向很廣 目前我們現在主要是推動的部分 就是我們裡面有食農教育 有農村環境的一個教育 還有我們產業六極化 在做產業升級的部分 那最重要 現在已經正在推廣 未來朝向健康療育的行程在做 這涵蓋哪些呢 岩域的一個療育 你說去什麼種種花花 草草那些嗎 年花惹草 也可以啊 療育一下 香草也對療育很有幫助的 聽說連這個老人這一塊 銀髮族也算是療育的一個環節 對 現在是很需要的一個 重點 未來的課程 這是靠農場 對 因為我上次有聽 許理事長在講到說 現在如果家裡有長輩 如果全家要去刺激 像那個環境就很注重 因為像老人家有時候 甚至腳腳不好走 所以那個頭腳的部分 甚至有一些推輪椅 是不是這些都 這些部分在場域裡面 都是會有一個規範 其實農委會也有在注重這一塊 目前開始在協助場域的一個優化的部分 把我們環境 你包括說一些階梯 或是一些環境去改善 這真的很重要 這樣我們才有材料 說整個老嫂做會出門 對不對 好 那再來吳老師 剛剛講到說這個山海平原這麼好玩 所以這邊也特別 我們就先從山來介紹起 在雲林的這個三線農油體驗 對 比如說像我們雲林 有骨坑的烘焙咖啡 然後那個林內我們有柴芋頭的體驗 還有柴果體驗 骨坑鳳梨很有名 然後還有什麼喜愛玉 那個三線部還有什麼 可以去養蜂場看一看 養蜜蜂的過程 去體驗什麼 那個什麼新鮮蜂蜜的口感 所以都很棒 大家有機會 多來雲林走一走看一看 從山海平原都可以玩 好啦 最重要就是 剛才說去現場體驗 其實也可以品嘗到很多當令 或特色的農產品 今天現場就有這個要分享的 我們的三線這個是 來 吳老師介紹一下 我們大家來品嘗看看 這是 剛才看鳳梨 鳳梨 鳳梨 這鳳梨 整塊的 我們有切片的 然後也有這種筷狀的 就是去現場的鳳梨 也教你怎麼DIY 這個比較厚 這個比較有味道 吃起來很棒 平常我們看到的果乾 鳳梨的果乾 都是冰的 我剛才跟理事長聊過 這個比較有嚼勁 而且 它是腳塊的 很有鳳梨味 它是原果 原始的果肉下去 直接製作的 真正的 這完全都吃完美天然 而且你看到它上面的糖 是它本身的 那個鳳梨的分泌的出來 哇 這不是舀糖下去的 是喔 很好吃 我覺得這裡可以泡茶 對 可以可以 你看我們人食材好新鮮 那五菊裡面有各個的 你看這個 我們成果這個部分 這整片都是白痴 然後很療癒 是你可以泡在茶裡面喝 視覺享受也很棒 你看 要吃看就很療癒了 真的 然後這火龍果也是一樣 這火龍果的紙 你看粒粒分明 吃起來 閉上眼睛真的很像去 原裡面柴果樂的感覺 那除了柴新鮮水果之外 上面有DIY 可以教你怎麼樣把 新鮮水果做成果乾之後 回家自己品嘗看看 因為很多嘉年門人 不可能跟你去柴果對不對 你把這個新鮮水果 或者加工或者果片帶回去 也是一種什麼你知道嗎 農村生活的體驗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 真的是很方便 那如果去街頭回來 有時候沒聊 你看電視再拿一個吃一下 我回味一下 那一天大家去那個 產地旅遊的快樂 我們剛才看到 吳律師長介紹 我們整個群臨有傷害有病原 其實我們臺灣農業就是這樣 但是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如果走馬看花的時候 沒有辦法感受 沒有感受到 所以說他覺得不好玩 所以我們現在很注重 就是要深度旅遊 主要是漫遊 要把我們的心要放慢 腳步也要放慢 你才有時間去感受 這個環境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農業旅遊 帶來的氛圍 那我們在推的農業旅遊的遊程裡面 我們希望的就是 消費者或者是民眾 你可以放慢你的腳步 你可以放慢你的心情 你的感受一定不一樣 透過週休二日 我們就遠離城鄉 因為還在臺灣什麼地方 都筋筋了 去那邊轉個火去那邊 這樣放輕鬆 然後把負能量放掉 回來又有正能量 重新充電 好 那剛剛講到這個 三線就很好玩了 那在海線 這個像是 這個是在抓什麼 抓蝦子的體驗也可以 這是餅乾嗎 那是餅乾嗎 那是餅乾 然後我要來告訴大家就是 我現在手上端的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是用鯛魚結合香蕉 魚跟香蕉 會做會變餅乾 然後再來就是鰻魚 我可以說我們整個雲林海線 可以說是全臺灣蛋白質的來源之一 真的 來來來 鰻魚 鰻魚給它品嘗一下 一定要品嘗一下 對 而且臺灣的鰻魚在我們雲林口 這個地方叫做鰻魚的故鄉 所以這個鰻魚也是外銷等級的 我曾經接待重機的客人 他說他在日本花了臺幣五千塊 在東京機場吃了一個鰻魚飯 所以我來到口湖吃的鰻魚飯 鰻魚比東京的大 比東京的肥美 而且更便宜 剛才我們說這是蛋白質的重要來源 其實我們在粉林這裡 你看在下的跟下的所有都有 所以說你如果沒有生日要去了解 不知道說我們的臺灣這顆小孩 我們的農產品真的豐富 所以我們就是農業 其實也是我們臺灣是寶島的一個縮影 對不對 好 那剛剛講完這個山海之後 在平原的部分 吳理事長也邀請大家 這也是今年度說是我們的雲冠產協會 即將配合休閒農業這邊輔導 是不是 對 我們今年預計也輔導 大概可能要三家以上 我們達到一個休閒農業體驗場域認證的一個標準 的一個休閒農場 那你看我們在休閒農場去把我們的跟進屋作物 還有就是餵牛 還有做那個 DIY對不對 DIY 就是讓我們小朋友接近土地 去用雙腳踏土地的溫度跟感覺 還有體驗那個牛是可以親近的牧場 包括一些小動物它是可以做互動的安全裡面 而且還可以吃冰淇淋 對 就是那個真的是天然的牛奶做出來的冰淇淋 對 就是希望說透過這種所謂農村體驗跟農業休閒 可以除了讓我們國人放鬆我們的身心之外 去真正提到我們這塊土地種的作物 長的東西 還有包括我們的牧場的一些羊 雞 牛這些 他體驗他的生長過程 這個就是用牛奶做的餅乾是不是 對 這個不會輸入日本人 去日本吃那個很貴對不對 我們台灣其實就用牛奶 牛乳做的延伸性的一些 一些所謂修行的餅乾 修行的一些食品 可以讓除了讓我們那個什麼體驗 這個也很好玩 對 這個你看 結合我們的什麼特色 這是我們雲年的特色 開口師 對 好香農 也變成伴手禮 大家可以伴手禮帶回去 對 所以說你看我們包括我們的農村體驗 我們的一些食材好新鮮 還有我們做一些DIY的一些做過程裡面 都可以感受到我們農民的親戚來吃吃看 這一集太幸福了 大家就這樣吃吃喝喝的 雖然我還沒有直接到產地 我已經透過美食 我就讓我這樣想要去的 因為吃是一種最基本的滿足你知道嗎 你看好吃 好玩還有好風景 還有農村好體驗 雲林也開始慢慢提升我們的標準跟我們接待一些那個外賓的能力讓大家來雲林可以從山 海 平原一起去體驗我們的什麼休閒生活 這個就是在我們在推動食農教育裡面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透過吃來讓帶動民眾來理解整個食材生產的過程 正經的 還有知識 知識 有時候我們吃這個東西好吃 你就說這是什麼地方買的 你就想要去嘛對不對 最簡單也最直接的連結 不過還有一個好康的消息 我們的觀眾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 也請許理事長來分享 在農委會的支持之下 其實我們每年都有不同主題的一個推廣 那今年我們最主要是推食農好玩劍 那目前全台灣有55家以上農場可以適用 而且聽說還會陸陸續續再來增加對不對 一直的部分會陸續一直增加的 好 所以像余山姐 像如果說拿到這個食農好玩券 到你們那個口湖這邊 就可以來使用 就是有結合 有參加這個活動的 在農友超市裡面可以搜尋到 那個有參加的名單 那你買了這個券 你就可以搜尋到這些業者的名單 去從事這樣的一個消費 物超所值 所以最後吳理事長吳老師 是不是要呼籲 快點 請全台灣的好朋友 也一起到我們雲林 快點 快點 所以現在我們開放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從台灣做起 越在地越國際 我們就是第一個從我們故鄉開始 也可以到雲林 雲林當然老王賣瓜 也是要誇獎一下 雲林的三海平原 然後到我們像宜蘭 然後新北 然後到我們的什麼苗栗 台中這些一路玩下來 我相信你六日挑一個地點去一個鄉鎮去做體驗的話 真的一年下來你會收穫滿滿 最後許理事長快點 你要邀請觀眾朋友去全台灣的所有的農友去玩 單單一個雲林就這麼好玩 對 其實全台灣各地都有不同的一些風景體驗的活動 要深度的走入農村 你才會了解我們在地的水 好 我們今天謝謝所有來賓的分享 週休二日我們全家人就放輕鬆的來一趟台灣農業情侶星吧 也歡迎觀眾朋友趕快上我們的女王當家94Guz的FB粉絲團 或趕快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還有好多好多精彩好康要分享給大家唷 好多精彩好多精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